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可能就是科王业绩即将来期 大概是周四的时候 周五的时候会有大型的科王股公布 比如说阿里巴巴 比如说京东 比如说腾讯都会陆续地公布他们的季度业绩 所以也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些业绩国的拉动大势上涨这些科王股 会不会成为这个整个大势拉升的一个火车头呢 另外在我们关注到整体这个高期的环境之下 这科王股可能还没有时代运转 会不会还是有一个股价还是被压跌这样一个状况呢 是的 刚才小楠也讲过两个原因我们最近也比较担心 当然基本面来讲一些科技股 这一次尤其是下半年的第一次的 就是第三季度的业绩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上半年他们整体的增长不单只是收入 还有那个盈利增长呢 其实也不及那个使强的预期 所以如果上半年真的是期许撒垮的话 尤其是按一个季度 如果盈利不是增长得太好呢 全年的目标达不到 就是对于那个固执是影响得比较新 因为现在我们投资市场对于整体的科技股 它的要求是增加得多 因为就是在那个高息环境之下 如果一些股票它们的增长的动力不是太强 我们就会说我们放在银行做那个钉船好得多 投资者就会对那个科技股的那个投资的业情就是不在 就是今年为什么我们看到香港这一边的科技股 做得不太好的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在短线不单只是希望美国 那个西律有机会真的是很快见顶 或是开机检视同一时间我们也希望在这一个星期 一些科技股的业绩比市场预期的好 那么我们在明年或是之后对他们的股票要去拉高吧 其实这周三这周四腾讯阿里京东几只大众梦都要开始公布业绩了 大家都在看这个业绩到底能交出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单 能不能给大市提供一些增长动力 我们看市场普遍预期这一次腾讯第三季度收入 预计可以增长百分之十一 大概是1549亿元人民币 那么在收入只增百分之十一的情况之下 预计盈利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可能会有百分之二十四 那么到四百亿的一个水平 其实跟这个腾讯俊进啊 很多科码的一个节流的这个政策都会有一定的关联吧 那么按照这样的趋势 在加上市场也认为说经历了亚运会之后 中央开始重视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游戏方面 电竞方面可能会在这一块的政策也有松绑 那么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游戏的这样的一个业务 有机会可以死灰复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趋势底下 我们来预计展望一下这一次周三要公布的腾讯业绩的话 您觉得有没有机会会给大家一些亮眼的成绩出来呢 其实中间我觉得最大可能会给市场的亮点是那个广告收入 而且一部分 因为腾讯如果在游戏收入那方面呢 我觉得期待不会太多 因为我知道去年开始11月开始 那个游戏的审批通过之后 但是呢没有一个比较大的 或是那个火焰的那些腾讯的手机 还有游戏呢在那个版后当中 所以呢你看到他们在上半年 整体游戏收入呢只是一个低的单位数 实际上现在预期呢 第三季度呢也不会太好 所以呢我们只有期待的是广告收入 因为第三季整体的经济动力不是太强 有很多一些商业的用户会希望推广多一些 令到他们的一个生意可以做得比较多 所以呢这一个呢是第二季我们看得到 腾讯呢有一个动力 但是说真的广告收入就算是增长挺多 但是我觉得拉动整体的腾讯的业绩 也是要依靠那个政治服务 就是那个游戏相关 所以呢我觉得就算是 B3G会有一点点的烂点 但是呢游戏收入增长不在 或是呢它的动力不太强的话呢 对腾讯整体的业绩呢 我觉得是有影响 不可以单靠是那个空机的成本 就可以解决我们对它的固执或是前景的问题 刚才KK也讲到就是说在这个亮点之一 可能就是广告收入这一块 但是还是要看这个游戏方面 虽然这次预测呢似乎增长也是不错 我按年预计呢是按年增长9% 按季增长5% 但是还是要看最后的这个 出来的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另外就是广告收入了 广告收入呢也是市场预期 线上的广告收入会增长22% 至262亿元 但是我们就会想到 最近我们整体的这个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这种大环境之下 会不会有一些大的厂商 继续在广告业务上 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去营运呢 所以也是在想这个广告收入这一块 会不会也是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有机会受到影响 但是刚才讲过第二季度 我们看到影响不是太多 那有可能是我们从那个 商业的角度去看一些大的公司 他们有可能会减少他们广告的那个开支 但是呢他们会减少的是传统的 我们看到电视台啊 或是传统的媒体在内地 撒垮的是非常的厉害 因为现在主要那个组建厂 或是宣传的绝道呢 应该也是在那个网络上去做 所以呢整体市场真的是有一个伟数的情况 是受到那个经济大环境影响 但是呢从上半年我们看到整体呢 对那个网络上的影响的 好像也不是太多 所以呢如果从那个比较好的那个乐观的预期的话呢 可能啊那个腾讯或是其他的科技股在这一方面影响不是太深吧 那另外我觉得还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在这样的业绩期里面 大家会关注大股东南非的Naspers 他们那边会不会有什么动作 会不会趁这个时候再调整一下自己的腾讯持仓 而另外一方面大家看腾讯自己本身持有的一些股份 会不会拿来做些分红 比如说之前有派过京东 有派过美团这些的 那么在这个业绩期会不会又有类似的分红那些消息来公布出来 那么对于腾讯的股价会不会有支持 那又或者是被一些分派的一些股份 会不会带一些负面的影响 在这一块你会有什么样的预期的 我觉得机会是挺大的 尤其是分派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要知道腾讯为什么会开始分派 就是他要莫理一些 他不属于他的那些可生的业务 就是分清楚他没有控制太多的一些科技的企业 所以我觉得腾讯在这一次分派 可能是那些市场 就是市场是讲 就是那个快手这一些 不真的是属于他们 但是越文实时跟他的关系 或是那个业务来讲是比较密切的话 我觉得他分派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期 他可能会讲一些他非可生的业务 减持的机会 尤其是那个快手 以大股东南非会不会有估出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要看就是南非资质在那个上市公司 他盈利状态是怎么样 说真的应该不是太好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有机会 持续减持腾讯 说一些回购他们南非自己公司的一些计划 所以我觉得不单只是分拆 或是南非大股东勾出 这一些也是对腾讯会有一些压力吧 刚才没错 这个NASPER应该是上一次转仓的时候 是在4月中旬 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在10月份 看到联交所的数据就显示 10月17号 看到约有9600万股的腾讯 去存入了CCASS的系统 当日的收市价大概是302块2的这个一个数字 价值是290亿元 当中也已经大部分转进了 它的高盛的一个仓位了 所以也是想说 这对腾讯目前的股价也是来到了303块的这样一个水平 也想请教一下 KK在腾讯还没有公布业绩之前前瞻性 我们应该如何来部署这一个呢 是觉得可能还会有大股东的这样一个估计 先等一等观望一下 还是可以进去一点 先部署一些呢 比较难去搞腾讯草力的业绩 我觉得今年大部分的科技股 要查业绩是挺困难 尤其是腾讯有很多不同方面的跨的消息 或是比较负面的消息 所以我觉得现在腾讯也是在三两个星期 你看从低位要反弹 但是就算是上个星期有下垮 但是下垮的幅度不是太大 所以只要刚才我们讲的一些快的消息出来 比较容易去令到他们下跌 如果你说我们可以怎么去部署那个腾讯呢 我觉得就是做一些单仓吧 看单仓 用那个顾空也好啊 或是用那个行程工具也好 做一些反向的布局 令到如果是你们自己有一些 磁场的位置 最起码是你现在不好去顾出 不舍得去顾出 但是呢你可以控制到 你们上对腾讯滑落的时候 一些风险 最起码是做一个对冲吧 嗯 明白 好 我们看到这周啊 除了会公布腾讯业绩之外呢 另外的两大这个科网聚集 阿里呢跟京东 都是跟电商相关度会更高一点的 所以大家也会看到 就在上周末的这个双十一的情况啊 到底呢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气氛呢 我看到很多双十一的数据 有的是说总共全网加一起 可能是两千多亿的 那也有看到一些数据 可能全网是1.14万亿的 消息比较多 但是鉴于阿里啊京东啊 他们都没有公布自己的 这个旗下平台这个销售的数字 所以我们也很难判断 到底的正确性 但是就这一次我们的双十一方面 来展望一下 目前国内整个这个电商环境的话 那KK通过这些双十一 有没有观察到一些什么端倪呢 整个那个双十一 我觉得气氛已经跟以前很大的不同 因为呢有可能是每一年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雇物界 其实上十一之前 有些有个京东 六一八 就是你看到好几个月就是有 你看到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一些报告 不是一些金融公司做 一些媒体就做 访问呢 你看到热情来讲 是跟机前有很大的不同 真的是有兴趣去买呢 可能现在也不到三成左右 如果是经常有到那些购物平台 我们也知道购物平台 每一次就是最近呢 也是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优位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 整体的那个优位 是吸引到一些消费者去买 现在呢也不但只是三十一 所以呢我觉得 投资者应该要开始慢慢淡化 那个双十一整体的GMV 还有呢我觉得有一个呢是 比较重要是那个购物平台的那个GMV呢 也不但只是只要看那个双十一 我们要看全联的那个情况 其实很多全联做的还不错 拼多多一些期许的增长 也不但只是购物节啊等等 所以呢我觉得只要 他每年的那个公告业绩之前 或是半年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挺好的增长 收入也有增长 还有盈利还有一增长 这一些才是我们 看待一些购物平台的一个主要基调吧 刚才KK讲到 就是看到拼多多 还是业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 可能这个跟消费力的这个下降 其实有关系 看到拼多多啊 快手啊 抖音啊等等啊 他们好像说这个直播平台的这个销售数据 在十一 这个双十一当中 好像也越来越跑出来越来越重要 成为一只黑马了 所以要请教一下就是说 在我们部署一些电商平台的时候 是不是传统的 比如说京东啊 比如说这个阿里啊 腾讯啊 这个反而在竞争力方面不够这些新起直秀 快手啊 这个抖音啊 拼多多 甚至这拼多多来到竞争了 是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主要要看一些直播的平台 亏不比较好 就算是阿里巴巴你看到它还有一个 GNV的增长 但是主要也是靠这个直播 但是你看到京东在这一方面呢 真的是非常的弱 这一个也是为什么拼多多啊 或是快手啊 哔哩哔哩等等 它做的好得多的原因 所以呢 现在我觉得有一些平台 它转变的比较慢 它也是比较困难的 我觉得作为投资者也不要看它的股价就是便宜就算了 应该真的是看整个科技的桥流 或是那个直播桥流 因为现在呢那个购物节整体的增长 或是GNV整体的增长 只是主要是靠这个直播平台 你看到的相关性是非常的密切的 不单只是刚才说的阿里巴巴 其实还有其他的购物平台也是一样 所以呢 你看到整个主政场 如果它没有直接自己的直播间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GNV做得好呢 也是比较困难 所以呢 我们要看的是 内间直播做得比较多 流量比较多 或是网红KOL 合作的关联性比较多呢 这一些才是我们投资者要看的 所以京东股价要谈谈了 今天呢 还是即便有微升 但是呢 还是在100块下方 99块3毛5附近的位置 感觉整体最近走势还是比较弱一些的 KK又怎么来看京东的股价呢 说真的 我觉得从整体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企业 它是便宜 但是你看到每一次反弹的力度是很弱 因为投资者对它没有憧憬 如果是一级科技股 我们没有什么憧憬的概念放在里面 它只会存在越来越便宜那个状态 就好像是京东 所以呢 如果是没有货呢 我觉得也不牢底了 现在就看它有什么 真的是未来 大忌 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前景 它会改变 能够改变的话呢 我们才看它吧 所以还是要审慎一点 不要因为太便宜了 就这个太过积极地去部署这一块 好 这一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先去接广告回来 之后再跟KK一起聊